大家好,今天我们来介绍一下Cons的对象和Cons的成员 如果我们在定义一个对象之后 我们不希望在后面对这个对象进行一些修改 比如说我们不希望这个对象被错误的篡改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可以把这个对象生命为Cons的对象 生命为Cons的对象之后呢 这个对象的所有的数据成员 在后面都不能被再修改 两种方法来定义一个Cons的对象 大家看一下 一种方法呢,比较简单 一种方法呢,是在定义一个对象的时候 在前面加一个Cons Cons放在类名之前 第二种方法呢,是把Cons放在类名之后 对象名之前,它们两个是等价的 如果一个对象被生命为Cons的对象 那么它就不能调用这个类中的非Cons的成员函数 Cons对象调用的成员函数一定都得是Cons的 以前我们接触过的很多成员函数呢,都是非Cons的 待会我们会介绍一下怎么将一个成员函数定义成Cons的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怎么来定义一个Cons的对象 这是我们上一次介绍过的Ctime这个类 要定义一个Cons的对象呢 我们可以在类之前加一个Cons 这样就可以了,比较简单 第二种方法呢,就是在类之后,对象名之前加Cons 这样呢,Time和Time2都是Cons的对象 我们前面也说过,Cons的对象只能调用Cons的成员函数 那么这个时候,如果你使用Time或者Time2来调用非Cons的成员函数 那就是会编译不过的 那比如说我们来看一下DTime这个类 我们上一次定义的这几个成员函数都是非Cons的 比如说它是一般的成员函数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来调用一下看一下会不会报错 比如说我们这样getHour 我们再使用Time2来调用一下getMinute 我们编译一下看一下 给大家看一下我们是编译出错的 提示呢,是不能将类子指针从Cons的Time转换成P-Time 引用 它其实呢就是说告诉我们Cons的对象不能夹用非Cons的成员函数 那么为什么有这样一个规则 一定要确保Cons的对象不能夹用非Cons的成员函数呢 在非Cons的成员函数内部有可能会对对象进行一些修改 比如说SetHour SetMinute SetSecond 它们都有可能是对数据成员进行一些修改的 这样一个规则呢也是强制 让用户不要错误的对Cons的成员进行一些错误的修改 关于Cons的对象呢比较简单 下面呢我们来看一下Cons的成员 分函数和成员变量也可以是Cons的 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下Cons的数据成员 上一次CTime这个类中定义的数据成员 比如说Hour,Minute,Second 它们都是一般的数据成员 它们并不是Cons的 我们当然也可以把它们证明为Cons的数据成员 当一个数据成员被证明为Cons之后 这个数据成员就不能被修改了 它只能在初识化的时候进行复制 但是呢初识化的时候也比较特殊 不能通过我们在勾档函数里直接复制 这样一种方式来初识化 它需要通过初识化列表来进行初识化 那么什么叫做初识化列表呢 除了在各种函数中 对内的数据成员进行初识化 其他家呢还提供另外一种方法 来初识化数据成员 参数列表呢 并不是在各种函数内 对数据成员进行初识化 它是在各种函数的首部 它是呢首先是一个猫号来开始的 然后接着是以等号分隔的 每个数据成员后面都会跟着一个 呃括号括号内部呢 是对这个数据成员呢出使了一些值 它听起来是比较模糊的 现在我们通过代码来看一下 大家看到CTIME中呢 有三个数据成员 HOUR, MINUTE, SECONDS 它们都是非Consult的 那这里呢我们定一个Consult的数据成员 定一个Consult的数据成员呢 跟定一个Consult最上的方法 是类似的 可以在类型名之前加一个Consult 就是NT类型的一个成员 Number 它是Consult的 在初识化的时候呢 我们就不能再够到函数里面 比如这样 来接近复制 这是不可以的 我们先看一下 如果我们这样做的话 这有什么错误 首先呢我们将它得删除 我们来编译一下 可以看到 报道策务质 Number这个值 必须在勾到函数 或成员处置化值 设定向列表中进行处置化 那这个呢就是我们说的处置化列表 只能在处置化列表中进行处置化 处置化列表呢 位于勾到函数中 它位于勾到函数的头部 夸括号之前 它有一个骂号来开始 然后后面呢是跟着 跟着个成员 就说Number 然后跟着一个括号 括号内呢 是我们对Number这个值的 处置化的一个值 就是我们积动10给它 这样呢 这个Consult的Number 这个处置化为10 我们来编译一下 我们能编译的过 我们来编译一下 大家可以看到 这里呢 有一个错误 失败一个 什么是我们编译是不能通过的 我们来看一下 到底有什么错误 你看它有三个错误 它是说 那么呢 毕竟在构刀函数 成员处置化 设定的向内表中 对这个成员进行处置化 虽然我们在前面 默认的构刀函数里面 已经对Number进行处置化了 但是 因为我们提供了 多个构刀函数 我们必须 在 每个构刀函数中 都需要对这个Cons 成员进行处置化 那这里呢 我们也对Number进行处置化 这里我称处置化为1 下面呢 我们也需要来进行处置化 如果你只写了一个构刀函数的话 那么你只要写一次就好了 处置化一次就好 复制构刀函数里也是一样的 我们将 time的 这个字段 复制给 当前这个类 可以看到 现在已经编译通过了 这只是我们在 一个简单的演示 下面呢 我们来介绍一下Cons的成员函数 介绍过 我们在定义一个Cons的对象之后 Cons的对象 只能调用Cons的成员函数 现在呢 我们就来看一下 我们到底怎么样 来定义一个Cons的成员函数 其实也比较简单 只需要在 生命一个成员函数的时候 在它的后面加一个Cons 由这里我们 使用一个 定义一个GantNumber 这样一个成员函数 它之后加一个Cons 就表示它是一个Cons的成员函数 另外呢 我们要强调一下Cons 它是函数类型的一部分 我们在生命和定义一个成员函数的时候 都是要加上Cons 我们如果我们只在生命的时候 或者是定义的时候 加上它 都是编译不过的 下面呢我们来给它这个成员函数进行实现 首先呢是返回一只int类型 或者是ztime之类 或者是getNumber const 不要忘记这个const 不过你这个是编译不过的 好 return Number 下面呢我们来调用一下它 time和time2呢都是Cons的对象 它们只能访问Cons的成员 在这么多成员函数里面 它只能访问Cons的 因为它是Cons的对象 比如说 这里呢我们输出一下Number的值 time getNumber 我们编译一下 可以看到编译成功了 运行 20 在这个个档只有三个参数的 个档核数里面 将Number出示 出示发为20 而time呢就只有三个参数 所以说是跟我们的期望是一致的 2 3 橙 1 5 2 4 2